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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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不想和你搞个名 你一力下降我快要生病 爱求是谁偷偷在传播 你脸上的可爱又多了几个 遇见你之后世界变成粉红色 你不得变得我开始会变乱 对人的感觉爽吗 我看你 其实还挺紧张的 紧张 我看你怼得挺爽的呀 谢了 客气 对了 这回你可以让你爸爸高兴了吧 还不行 还得重考一回 你要重考 对啊 这次走过还是有点小差距的 所以我跟川儿他们商业好了 一起重考 那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呀 重考失败了 如果每次比赛间都害怕的话 那永远都不会赢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跟张爷有关呢 马主任他们拿到了什么证捐 我们恢复了当时被删除的邮件 发现发店人就是张爷 对了 其实还有一个人你要感谢 嗯 来了 你来干吗 家里有人没 有没有人都不欢迎你 不欢迎我还帮我 吃饱了撑的 你别坐床 昨天刚洗的新裤子没涂 有啥事 没事赶紧走 这不管饭 不用你管 我来是请你去我家吃饭 你有这么好心 你帮我一忙 我请你吃饭 咱俩扯平 互不相见 想得多了并不是为了帮你 行 反正我意思带到了 你爱吃不吃 不是吧 宁泽宇 你还看这个呢 你干吗 你干吗 书放下 堂堂雨晨摘在家里看什么性格 可以啊 你看啊 你看你看不看得懂 这些语言编程 你要为编程呢 不然呢 你以为你的邮件是自己跑过来的 跟你说 嗨 李鹤 你好 我是来证明你清白的 听到这召唤我就出现了 是这样的吗 牛啊 那你会不会破解别人的电脑 然后看看什么 来路不明的邮件信息之类的 大哥 我谢谢你 我学的是C语言从入门到精通 不是网络犯罪从入门到入狱 不过说真的 我真有点羡慕你这脑袋瓜子 真聪明 怪不得小时候我妈总对我说 想收你当我弟 乖孩子 是吗 其实我也羡慕过你 每天回家 都是一桌热桃的饭菜 叔叔阿姨问你最多的是 你今天开不开心 又不是说 你这次有没有烤满分 羡慕我啊 早说呀 早说的话 我就多请你来我家吃几次饭了 拉倒吧 搞得好像是你做的饭一样 不过你还真挺厉害的 讲真的 我祝你早日成为那个 什么程序员是吧 反正就是你那个领域最厉害的人 懂吧 那你岂不是一辈子都没法超过我了 阿姨肯定要拿你跟我比较了 比较就比较呗 怕什么 你还永远跑不过我呢 你放心 我现在的学习蹭蹭往上涨 迟早超过你